在家就可以吃到波波鸡,把四川味道搬到你家里 做法超级简单,快来试试吧 首先用竹签穿上所有你想吃的食材 接着起锅烧水,把食材全部烫熟即可 捞出备用,我们开始调配灵魂酱汁 拿出我们的波波鸡调料包 分别倒入红油包、粉包和芝麻包 根据包装上的配比,倒入开水或者温水均可 如果食材太多可以再来一包 将酱料搅拌均匀,波波鸡灵魂酱汁就搞定了 最后一步,只需将烫熟的食材放入酱汁中 无需加热,稍等个十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同学们,就是这么简单,在家也能吃到正宗老成都的味道 每天不知吃啥样,欢迎关注小熊酱 下期见,那么哒 我们知道我们吃多少,别客气,千万别客气 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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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进去